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小公先寫了一下文案 跟如果要做到PO文的那個圖 就先做出來 因為我看不到我在上面 然後目前的網站大概是這樣 就是這邊的話就可以先輸入你要查的醫院好 要台大好了 然後就會發現只要有台大都會出來 它還有模糊比對 然後所以也不用管解繁體的問題啊 就會出現 那點完之後下面就會跑出來 好像現在下面 好這個就是台大的數字 然後可以看到像橘色這一條 是他們自己醫院那個平均的線 所以你會發現好像有些月份很神秘的 突然就會降低突然又升高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數字 然後最後是你看完之後 你可能會覺得這數字是假的嘛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有講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最下面就有寫說 如果你覺得某家醫院的數字是有問題的話 你有三條路 第一個是你找政府 雖然包會不會有用 但你可以連到健保署的署長信箱就是寫信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伊朗蒙的粉絲團 然後或是因為之前立委 怕點委的那個專案 有整理每一個立委的聯繫資料 所以也可以連過去 看可以找名代去幫忙說一點話 然後這個大概是今天目前的成果 那講一下就是我們後續 還有很多可以調整的空間 像那個EFA就有提醒我們說 欸這網站好像沒有標題 就目前好像看不出來 所以看起來 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還有那個橫軸縱軸的那個單位啊 那個我們還可以再把它加上去 然後再來是今天前面的那個 那個EFA有提到 他其實之前就有先用 我釋出的這個OpenZar做一些數字 然後我發現他這個就是可以看出來 各個醫院的比較會更清楚 所以跨院比較怎麼加進來 我們也在想 然後EFA有提到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就是會發現 就這個數字啊 好 就是可以如果看到的話 會發現這邊數字超密集 突然從下面上來 突然從上面下去 就是這個一二月一到三月之間 好像那個變化是最劇烈的 然後雖然EFA有給一個建議說 現在是只是最近公開 只有公開去年一年 但如果可以公開在更早以前的歷史資料的話 那應該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趨勢 那這一塊我就下禮拜會再問一下 PoMac可不可以把舊的數字也公開出來 那其他還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是 因為目前是他只能透過這些方式嘛 在想說下面可不可以就直接加個什麼留言的 那個飛翠的留言處啊之類 就可以收集個別醫院 大家直接對他的反饋 就不一定要再轉到其他地方去 好 所以這大概就是我們有把它列下來 我們接下來可能希望可以再繼續強化的地方 主要就是見面再更優化 那也就是感謝余玲跟Pen 所以我今天東西 就好像在CareHour上面都可以看到 好 那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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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